当然实际上的需求很大 我之前讲过了 只要有那种什么 真信的啊 比如说老公找个老婆 老婆找个老公啊 或者是 要干嘛的 或者是说 员工啊 老板要管理员工 之类的 Sculity部分 其实都可以办得到 那再来的话 取得最佳的定位 最佳定位因为 我们至少有三种定位模式 所以 如果第一种抓不到 就会抓第二种 第三种 那这边的话有个criteria 你可以去new一个 让他做 去自动去 找寻的方法 所以这个criteria是一个 自动找最佳参数的一个 算是一个一个物件 OK那底下的话 大概启动关闭 这个部分 在on rerun里面可以去做相关设定 这个我想前面也讲到了 然后 其他部分我想 大概都 差不多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其他location manager 最后的话我们等一下 刚刚只是跟各位做个简单的复习 等一下的话要来讲一下 所谓的marker 那marker部分的话 实际上就是说 如何在上面 因为 你看到了但是上面没有marker 感觉 好像少了什么 所以怎么样打地标 第一个 地标上面的图 可不可以变更 当然可以变更 不一定要红色的 因为各个地图是红色 你可不可以 改其他颜色 如果你觉得其他颜色还不够 你会改别的 这个icon 当然可以吧 那 再来就是说 icon出现之后 有没有办法去跟他互动 点了这个icon之后 有没有办法去 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这个sample很简单 就最简单 就toast的出来 但是你不一定要toast 你可以去做 看要跳到某个页面上面 显示 显示那个 里面的东西 也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来demo 给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地方 好 那这边的话 我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好的一个sample 这个也是从那个 这本书 初学特训班 好像有同学有买这本书 这本书里面有sample 其实 如果没买书的话 这边我很简单来run一下 这个sample的话 就是 就类似像这样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把我们的地图 这个是 也是书上的sample 第一个我先找到一个 一个位置 然后最后怎么样呢 我可以点击他 他上面会有个地标 第一个要怎么加mark 颜色我把它改成绿色的 但绿色是红色的 我可以把它改红色改其他颜色 或者改其他icon都没有问题 第2个是我点他的时候 要能够什么 再跳出 toss 下面有个 toss出来 那toss里面的话 就包含什么 我点他的时候 等于是他会有个事件 就是set on marker clicker marker 是marker上面被clicker的时候 那我要有个listener在那边 我要做什么事呢 我很简单 我这边sample 很简单 就是说我被点击了之后 我就跳出一个什么 底下有个toss 出来 然后秀出什么 秀出里面的title 跟一个底下的一个叫snippy 就是那个叙述 这两个东西把它秀出来而已 当然你们也可以做其他的 比如说你可以在 跳到其他页面 做其他 比如这边有个餐厅 点击对不对 你就跳另外餐厅 然后把相关的值带过去 他就可以 看到相关的细节 这个部分等一下再来看 请各位 先 先把前面的review一下 然后呢 把你之前可以run的一个地图 先叫出来 那等一下教各位怎么样打地标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